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柳河县一手抓政策扶贫 一手抓产业扶贫 因地质疑精准失策 全县35个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已全部实现脱贫 吉林省发布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具体举措 为百姓带来新一波汽车消费红利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今天省委召开常委会议 集中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对下部学习宣传贯着工作进行研究部署 省委书记巴恩潮鲁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与第一第二卷一脉相承有机统一 生动记录党的十九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的伟大实践 集中展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权威著作 扎实抓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的学习宣传贯彻 对于推动广大干部群众 学懂弄通坐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增进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的认识和理解 具有重要意义 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结合正在开展的解放思想再深入 全面振兴新突破教育实现活动 精心组织周密安排 确保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吉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会议强调 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 马克思主义学风 坚持全面系统学 深入思考学 联系实际学 真正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应对风险挑战 推动事业发展的治理能力 和工作水平 转化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吉林落地建校的生动实践 要在学神物透上下功夫 坚持读原著 学原文物原理 推动广大党员干部 真学 真信 真懂 真用 真正学出坚定信念 学出绝对忠诚 学出使命担当 学出过瘾作风 要在融会贯通上下功夫 把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与第一卷第二卷 作为一个整体 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紧密结合起来 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东北振兴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紧密结合起来 进一步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往身里走 往心里走 往实里走 要在学艺之用上下功夫 注重学习时效 紧密结合统筹推进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坚定必胜信心 勇于担当作为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阵务 推动全省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 确保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斩脱贫攻坚 加快推进新时代激临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会议要求 全省各级党委党组 要采取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学习等形式 精心组织学习 全方位多层次开展教育培训 多角度高频次 抓好宣传宣讲 全面加强系统性研究阐释 让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 各级领导干部 要发挥关键少数作用 以强烈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带头学好用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带头深学赌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 知信型统一 会议审议了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 党委党组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规定的通知 即省委常委会责任清单 2020年重点任务清单 今天省委书记巴音潮鲁 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 研究分析上半年经济运行态势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聚焦目标 抢抓机遇 成事而上 进一步巩固发展 经济企稳回升态势 奋力实现全年 经济目标任务 巴音朝鲁指出 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 可以说困难前所未有 发展稳中向好 成绩可喜可贺 今年以来 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 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聚焦六稳六保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抢抓国家政策机遇 狠抓各项措施落地 全面推动复工复产 复商复市 上半年经济先降后升 二季度由负转正 主要指标实现较大幅度回升 起本回升态势显著 经济增速连续两个季度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汽车 食品 石化 医药等产业 全面复苏 一系集团 通钢股份 吉林烟草 新达钢铁 梅花 氨基酸等重点企业 逆势增长 经济运行质量效益明显好转 支撑和先行指标持续向好 上半年 我们不仅主要经济指标领先 社会保持稳定 同时脱贫攻坚全部摘帽 东辽河重现 碧水清波 公珠岭化归长春 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 浑春海洋经济示范区 获得批准 一系列发展成绩可喜可贺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合金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 是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团结一致奋力拼搏的结果 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必胜信心 白银朝鲁指出 下半年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稳中求性工作总基调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进一步巩固发展 齐稳回升态势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目标任务 要聚焦目标 要助全年增速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目标 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跑出加速度 要抢抓机遇 善于机事叙事谋事 主动实变应变求变 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优化生产力布局 提高核心竞争力 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要成事而上 坚持既定策略 发展良好态势 用好现实重点工作调度 和工作交流例会这个平台 发挥赛马机制作用 加强对投资 消费 工业运行 债券实用情况的调度和督导 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经济神 形成争先恐后 争先进位的好氛围 白银潮鲁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 要按照投资拉动 项目支撑 纾困企业 刺激消费 释放活力的总打法 切实做到政策要见效果 长板要稳定住 短板要补上来 底线要守得住 要突出政策落实 全面落实中央出台的财政补助 贷款贴息 税收减免等一系列政策 推动省政府六稳 六保任务措施落到实处 推动支持中小企业 保经营稳发展 促进商贸企业稳定发展 促消费扩内需等政策 落地落实 确保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要突出稳住长板 进一步落实支持 一气改革创新各项政策 落实好促汽车消费 国五条和省二十二条 稳定汽车等大宗消费 推动未开复工项目 尽快开复工 加快再建项目建设进度 要突出补上短板 进一步谋划促进带动 消费的政策措施 搞好购物节 美食节 肖下节等活动 抓好线上线下互动 城市乡村互通 推动消费快速恢复 谋划推动好 下秋冬三季旅游产品 尽最大可能把损失夺回来 加快发展农业 石化 医药 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 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多元支撑 要突出守住底线 加强工作统筹 强化工作责任 确保完成好脱贫攻坚 群众就业 粮食丰收 防汛救灾 社会稳定等底线任务 扎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确保疫情不反弹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 主持召开省政府2020年 第23次常务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 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 毫不放松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持续发力 巩固经济起稳回升态势 攻坚决战 向全年既定目标迈进 会议传达学习惯者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进一步做好 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听取关于我省防汛工作 当前疫情防控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工作 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 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的汇报 研究部署具体任务 讨论通过 关于2020年调整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实施方案等 决定按程序上报或印发 会议指出 今年上半年 面对严峻挑战 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为指引 齐心协力 攻坚克难 通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全力落实六稳六保任务 经济发展保持起稳回升势头 下一步 一要紧盯稳定工业持续发力 稳一气 帮大企 扶小企 原困企 特别是支持一气等龙头企业 科学排产 研练 稳练 补练 促进配套回归 产能回归 排产回归 结算回归 二要紧盯项目建设持续发力 搞好项目谋划储备 争取更多项目 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 并力争提早开工 用好专项债券资金 推动沈白高铁等基础设施 以及化工 冰雪等产业项目 开工建设 确保成果实事求是 入库入统 三要紧盯促消费持续发力 千方百计促消费 大力发展网红经济等新业态 激活旅游市场 引增量快回补 四要紧盯三农工作持续发力 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做好病虫害防控等工作 切实保障粮食安全 五要紧盯三大攻坚持续发力 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全力打赢蓝天 碧水 黑土地 青山 草原湿地五大保卫战 坚决守住风险底线 六要紧盯改革开放持续发力 深化国资国企等重点改革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全力稳外资稳外贸 七要紧盯改善民生持续发力 千方百计 稳就业 保就业 着力解决教育 医疗 养老等百姓关心的问题 强化安全生产工作 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特别是要精准强化疫情防控 落实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措施 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统筹抓好防汛抗旱工作 强化各项有效举措 补短板 堵漏洞 强弱项 防风险 做到物资到位 队伍到位 举措到位 应急到位 要严防汗老急转 汗老并发 及时开展防薄增与作业 最大限度减少农业损失 为协商推进东北地区 西部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落实 加快推进我省西部生态经济带建设 今天上午 省政协召开 西部生态经济带建设协商座谈会 在听取省职相关部门 及松原白城有关负责人发言和互动交流后 省政协主席江泽林指出 东北西部地区处于东北地区地理中心 是中盟大动脉的节点 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承担着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职责 和东北特困地区全面脱贫的历史重任 江泽林强调 要在三省一区政协主席联席会议机制下 迅速对口搭建跨区域协商合作平台 和团结协作联合联动平台 形成工作合力 要用足用活政策 聚焦发展战略对接专题合作 机制完善等方面联合开展公关 谋求区域整合利益 采取前瞻性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 推进联动发展 蓝红良 肖摩文参加会议 7月17号 吉林省第七次龟桥桥卷代表大会 在长春召开 省委常委统战部长李景浩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希望广大龟桥桥卷和海外侨胞 发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 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圆梦者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做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推动者 守护中华民族根脉 传承中华文化之魂 做民族团结 祖国统一的促进者 做中国故事 中国声音的传播者 全省各级桥连组织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世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乔务工作的重要论述 更加广泛的团结凝聚 龟桥桥卷和海外侨胞 共同固根 祝魂 圆梦 中国桥连副主席隋军至此 大会选举产生了 省桥连新一届领导班子 丁兆丽当选新一届省桥连主席 贺东平 蔡东 曹宇光出席会议 柳河县曾是省级贫困县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 柳河县一手抓政策扶贫 一手抓产业扶贫 将精细精准贯穿始终 截至目前 全县35个贫困村和贫困人口 全部实现脱贫 在柳河县罗通山镇 自立村的一座农家小院里 村民刘国栋正在给自家耕牛喂草料 不大的院落里 有鸡舍 有牛棚 收拾得干净利索 一边堆放的农具也整整齐齐 老刘的乐呵劲儿就来源于 家里的这座新房 由于父亲病重 家里没有积蓄 老刘家的泥草房 就这样住了40来年 2017年 村里落实对建当利卡贫困户的 微房改造政策 他家终于盖起了砖瓦房 当时补助是3万9 集职吧 是2万1 就是住的舒服也安全 住上新房的刘国栋不愁吃不愁穿 还干上了村里的公益保洁岗位 去年全家实现脱贫 2016年以来 刘鹤县累计改造建当利卡贫困户微房 948户 贫困户安全住房达到100% 同时全面落实三保障政策 共对贫困人口实施医疗救助 20972人次 报销金额 6886.84万元 资助各学段建当利卡学生 9370人 537.49万元 扶贫 扶长远 脱贫 还要看产业 近年来 刘鹤县在做好两不愁三保障政策扶贫的同时 立足长远 积极打造出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扶贫产业 在安口镇吉庆村的真子地里 正在除草的这位叫梁永金 三年前已经脱贫的他 近两年又收到了镇里无偿提供的 一千多颗真子苗 有了这些树苗 老梁不再满足于脱贫 他要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将来结了果的政府还要帮卖 我这无目的的话 怎么得两万块钱 争取上面国家的项目资金 然后建设千叉大棚的项目 建成以后就能够解决 我们贫困库这个真苗成果率的问题 然后也能帮助我们贫困库 在未来几年的过程中进行征产征收 因地质疑精准失策 近年来 刘鹤县根据各镇村的区位资源和人力优势 发展食用菌 中药材 特色养殖等项目60个 建成了江家电箱钱川产业园 安口镇大真子产业园 盛水镇产业园等13个扶贫产业园 带动1873户贫困户 户均增收1060元 其中25瓦县级光伏扶贫产业园区 收益已覆盖全县贫困人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 那么下一步我们柳河县主要加大扶贫产业的实施力度 今年又投资2400多元 在六个箱子实施了草莓园区 同时我们要静止收益分配 开发更多的公益岗位 日前经省政府同意 省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印发了 吉林省关于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具体举措 从五个方面促进汽车消费 此次出台的具体举措 主要从延长国六排放标准切换时间 鼓励购买新能源汽车 加快淘汰老旧货车 畅通二手车交易 加大信贷支持五方面促进汽车消费 在落实调整国六排放标准要求方面 规定将轻行车国六排放标准实施日期 由2020年7月1号延长至2021年1月1号 2020年7月1号前生产进口的 国五排放标准轻行汽车 2021年1月1号前 允许在省内销售和注册登记 在购置新能源汽车财税支持方面 规定2022年12月31号前 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 新规针对二手车流通交易 也出台了若干支持政策 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 并规定自2020年5月1号至2023年12月31号 二手车销售可减按0.5%征收增值税 此外 我省还将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促进汽车消费 通过适当降级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 延长还款期限 提供多种还款方式等手段 加大对汽车个人消费信贷支持 目前 吉林省2020年高考评券工作 正在吉林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 有序进行 预计本月20号左右全部结束 在东北师范大学 有200多名教师和研究生参与语文科目评券 今年全手语文试卷共有148120份 是近几年试卷数量最多的一次 高考评券流程过程严谨 科学公正 要对试卷进行切割 然后扫描进入计算机系统 系统会把每张试卷的每道考题 随机派送给至少两名评券人员 最多经过四次评价 仲裁后给出得分 确保评券公平公正 如果两个人他是能给分 能够匹配上的话 在合理分差之内他就生成了 比如说这个分 这个题他六分 如果给四分和六分就生成不了 因为他合理分差是一分 他可能进入三平 仲裁是由组长来进行仲裁 就是组长仲裁的时候 他会严格的细致的依据 这个评分标准 2020年吉林省高考成绩查询时间 预计从7月26号开始 为营造健康向上和谐发展的文旅氛围 15号晚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0年 大美吉林文化肖夏全省广场文化活动 在各地同步启动 这里是2020年大美吉林文化肖夏全省广场文化活动 启动仪式长春分会场的现场 那么尽管现在的仪式还没有启动 但是我们已经能从现场的音乐 和我身旁这些前来助演的舞蹈演员们身上 感受到我们这次大美吉林文化肖夏的魅力 晚上7点50 在舞蹈盛世欢歌的火热氛围中 长春分会场的活动正式开启 全省各地分会场的丰富活动 也同步拉开帷幕 在松原舞蹈草原骏马 马头琴骑奏万马奔腾 让观众感受到满猛民族文化的豪迈激情 在四平一场集音乐舞蹈 语言类节目为一体的综合会演 为观众带来多层次的文化享受 在公主岭 优美的舞蹈阿里郎 欢快的街舞人民卫视 点燃了现场气氛 在白山热情洋溢的旋律 明快欢乐的节奏 深深感染着观众 现在天气也热了 到夏天大家都在户外活动 这样克服了这个业余生活 特别好 2020年 大美吉林文化肖夏 全省广场文化活动 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将持续到9月末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情况通报 7月16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静外输入确诊病例 7月16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7月16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 好好学习第121期 将于今天21点53分 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没有思想上的破圈 就不会有行动上的突围 在新一轮东北振兴征途中 加快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关键在思想观念 在振兴路上 吉林省正发生着怎样的思想之变 本期好好学习访谈特别节目 将带观众一同寻找答案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近日长春公园内 5000平方米的油菜花陆续开放 花海和花坛周边 仿古墓景观小品 互相呼应别有韵味 目前正是北方油菜花的盛开季 未来一周是观赏油菜花的最佳时期 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